那是唐朝末年的一个雨夜,天空中的乌云聚机似乎要压断李唐王朝最后的一段脊梁,风雨乌乎坠落,似乎正在为下方大地上一位绝世猛将而哀鸣,就在这大唐的城墙之下,一人手脚头颅都被五只牛用绳子拖拽着,随着奸行官的一声令下,五只牛一起发力,绳子被瞬间绷紧,令人毛骨悚然的枝哑声在绳子上崩响开来,只见这人咬紧牙关,手脚一番抓住绳子,哎呀的一声, 五只壮硕的黑牛竟然被他拉着倒退了回来,奸行官看着眼前的一幕,也被惊骇得睁大了眼睛,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吗,受刑者哈哈一声大笑,四哥,加大力度吧,五牛之力,何足挂齿,豪情甘云,如此猛事,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,奸行官面对自己的兄弟之言,又会如何抉择呢,纵横历史现实,品评时代人物,欢迎订阅管桃解读, 收个其人当儿子,唐朝宣宗皇帝在世的最后两年,858-859年,戴州飞狐县,金山西陵丘,得沙陀族人聚集地,出现了一件怪事,未婚少女崔金凤怀孕了,封建时代,一个未婚少女,怀孕,并且崔金凤自己也只说是,自己做梦,梦见一个金甲石人, 二人结合自己就怀孕了,大唐也要有自己的耶稣了,和圣母玛利亚了,哪怕是思想比较开放的沙陀族人,也接受不了这种事情,于是,崔金凤被他的父母嫌弃,被族人驱逐,只能孤身一人到了一个破窑洞中,生下了一个儿子,这个孩子也逐渐长大了,见别人都有父亲,就自己没有,也是天天问崔金凤自己的父亲是谁,崔金凤被问得不厌其烦, 便给孩子取名安静思,想让他多想是,少说话,但这种含义,哪是一个孩子能理解的呢?安静思依旧每天都问崔金凤,根据灵丘民间故事记录记载,崔金凤见儿子实在可怜,便把他带到了一处石台上,上面摆满了祭祀用的石人,他随手指了其中一个石人,这就是你的父亲。这个七八岁的安静思,果真大头变败,爹,你怎么不要我们了啊?石头人,见石人没有反应,安静思, 石人当即勃然大怒,你不管我们,还不理我,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,他当即便跳到石人身上,累着石人的脖子,举起拳头对折石头脑袋一阵猛砸,只听哗啦啦一阵响,这石头脑袋竟然被安静思砸得粉碎,一旁的崔金凤见状也早已被吓得连连后退,自己到底是生了一个什么儿子,其实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,那么最有可能的推理就是这个石头人因为天天风吹日晒, 其内部早就已经风化了,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石雕,所以才会被安静思砸碎,但哪怕在脆弱,小小年纪的一个孩子,能够把石头砸碎也算是天生神力了,到了安静思再长大一些,他已经可以和成年男子一样进山打猎了,并且因为力大无比,所获猎物比一般的猎手还要多一些,在当时,安静思所在之地的土皇帝乃是李克用,李克用和李唐王室的李不是一家李,他是沙托人的后裔, 因为他父亲为李唐讨伐叛贼有功,所以被赐给了李姓,李克用从小也是武力过人,15岁便上马征战,杀敌无数,被人称为飞胡子,在担任云中,金山西大同附近,牙将之石和达达人比武,也是有过一箭双雁的战绩,引得一众以骑射为本的游牧民族们都心服口服,潜伏三年,公元876年, 带北水路发运使断文楚和不过二世却已经是云中都将的李克用不和,于是借着旱灾的机会,拿着军粮去赈灾,想要借机削减李克用的实力,众将一看,你断文楚抗我们的铠,截我们的囊,最后好人还是你当了,这还了得,于是在众人的愤慨下,李克用徽兵进城,处死了断文楚,甚至为了卸众人之分,把他的尸体交给将士们分食了,也就是在此战乱中,安静思被李克用俘虏了, 成了李克用的普从,但安静思的勇武很快就被李克用发现了,在见识到了这位非人一般的武力之后,李克用震惊了,得知了安静思的身份之后,李克用也是觉得此人可用,于是当即便收他位了义子,并且次名为李存孝,因为之前李克用已经收了十二个义子,所以李存孝也就排第十三,也就被人们称为了十三太宝。 至于普从的身份,齐江啊,看到李克用如此看重自己,李存孝心中那是万分感激,当即便也用实力回报了李克用一份惊喜,一人成军的恐怖,唐朝末年最大的一场混乱,那就是皇朝起义了,内裤稍微锦绣灰,天结踏进攻心谷,这是被压迫到极致的李唐牛马们的一次疯狂,但队伍之中有坏人啊。 朱温就是这支农民队伍之中的公贼,他叛逃了起义的队伍,投降了李唐王朝,公元888年,唐习宗驾崩了,新登基的唐朝宗对已经成了气候的李克用非常忌惮。 转而重用叛逃而来的朱温,想要制衡李克用,在经过了一番准备后,唐朝宗下令宰相张俊进攻太原,朱温,李匡威等将领进攻泽州和陆州,金山西进城,长治,皇帝下令攻打臣子和臣子抢地盘,这等乱象也只能说明唐朝此时的情况就是军阀混战。 中央朝廷对地方已经是彻底失控了,泽州和陆州基本上就算是李克用大半加底了,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,于是他亲自守卫陆州,让李存孝去保卫泽州,朱温这边也是派个从州进攻陆州,邓继云进攻泽州,到了泽州之后,李存孝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聚成坚守,只要撑着等到了李克用解决了陆州的敌人来支援自己,那自己的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了,任谁都不会说出来什么过错, 恰好前来进攻的敌方大将乃是邓继云,他是骑兵出身,一身骑战本师在天下武将之中也是数得上号的。 麾下骑兵也都是精锐部队,但骑兵攻城就不一定是多强了,这种情况下傻子都知道应该怎么选择,但李存孝却偏偏一握拳,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 全军听我命令,上马出城,与敌人也战。 以己之短,攻敌之长,十三爷,你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吗? 但到了战场上,李存孝已经是骇俗的勇武,解释了他为什么赶出城也战,只见他身披金灿灿的明光仲凯,右手与王混铁朔,左手碧焰朝天抓,一种骑兵,长杆一头是一个拳头,里面握着一只铁刺,胯下战马思鸣。 抬手之间,身前无异和之敌,几乎所有赶来阻拦他的敌军,都被他如同摧枯拉朽一般横扫了。 转眼之间,李存孝便从敌军的一头杀到了另一头,浑身犀利浴血,脚下尸横遍野,周围敌人眼见早已被吓得胆战心惊,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,哪里还赶上前来阻拦,就连马上功夫无比小勇的邓继云,也在混战中因为试图阻拦李存孝,而被他随手一朔抽下马去, 被跟随李存孝的士兵五花大榜活捉了起来,而李存孝却全然不知那就是邓继云,因为在他看来,大将和小兵没什么区别,最多就是这个人不错,竟然没被我一下打死,还能撑着被俘虏,很有精神,军队,阵型,配合,我一个人就能给他杀穿了,要什么军阵型配合,一场在众人看来是必输无疑的泽州大战, 硬是被李存孝的个人武力给逆天改命了,任谁都难以相信这一点,但其实李存孝的抉择误打误撞反而是非常正确的,因为哪怕他健守城池,李克用也不会给他支援了,李克用的陆州保卫战失败了,原因还不是被打破的,而是军队滑变将领冯霸趁机叛乱, 杀了李克用的弟弟,投靠了李唐朝廷,李克用被迫出逃,李存孝文言后当机立断,立刻带兵埋伏在了陆州西边的山谷之中,冯霸以陆州投靠了朝廷,那朝廷得派人过来接收吧,那得走过来吧,这里就是你们的必经之地吧。 我等着你哦,他自己就是独一档,果然唐朝宗派经召引孙奎前来接收陆州,正好就走到了李存孝的包围圈里,正面打都不是李存孝的对手,更别说被有心算无心地打了埋伏了,一战之下,孙奎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活捉了,陆州也就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,城中的葛从周和冯霸得到消息,也是成了热锅上的蚂蚁,守不守,怎么守,葛从周想了想,突然就是一声冷笑,打,就跟他李存孝打野战, 你出城我也出城,你个人武力逆天,我手下也不是没有猛将。 葛从周手下的猛将是谁呢?正是之前的天下第一,王彦章,王彦章乃是山东寿张人,有着山东大汉的明显特征,八尺身高,或许比不上山东的大葱,但在军队中绝对是鹤立鸡群,并且力大无比,是一把120斤的大铁枪,身经百战未尝一败,几乎没有人能阻拦他,堪称是天下第一战将。 正是王彦章给了葛从周与李存孝一战的信心,让他打开城门,开始了这场令他后悔终生,令李存孝天下文明的战斗,战争一开始,王彦章便挺枪拦住了李存孝。 之前的从无败记也让他积累了一股无敌的气势,可以说沙场斗江缓解,王彦章无所畏惧,他是当之无愧的业内大牛。 随着一声大喝,王彦章手举120斤的大铁枪,一粒批华山之势,对李存孝当头砸了下去,用枪,一般是刺,挑,戳,架,挡,把枪当锤棍斧月一般劈下去,几乎很少有人这么玩。 但王彦章就是这么用出来了,一来王彦章手中的枪和一半的花枪,红鹰枪不同,乃是中枪,走的就是一粒降实惠的路子。 二来王彦章此举就是出其不意,更是给了李存孝一种实力上的蔑视,我对你无需讲究套路,怎么打都能赢,如果是普通战将,那么势必要在这一枪之下隐恨了,不说别的,单说这120斤的东西直直的砸下来,这就得是多大的力道。 别说是一个人,哪怕是一头牛,都得被当场砸死,可李存孝就是比牛还牛。 只见他就这么把羽王硕往马鞍上一挂,伸出右手,就对折王彦章砸下的大铁枪迎了过去,嗡,大铁枪猛的被停在了空中,但砸下的惯性依旧带动着枪杆不断的颤动着。 被抓住了,李存孝竟然只用一只手就抓住了王彦章使了全身力气砸下来的120斤的大铁枪。 简直离谱。 王彦章看着眼前的李存孝,已经是瞠目结舌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,随即回过神来的他立刻从李存孝手中猛拽自己的大铁枪。 谁知那大铁枪却似乎好像在李存孝手中生了根一般,任凭王彦章怎么使劲,就是一动不动,哈哈哈哈。 看着脸都已经战红了的王彦章,李存孝放声大笑,想要,我就不给你,拿来吧你,蹭。 累一下,李存孝直接从王彦章手中把大铁枪给夺了过去,巨大的力道也把王彦章给带下马去,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 等到王彦章爬起来时,只见李存孝已经冲进了军阵之中,继续开始如同割草一般收割着敌军的生命,阻拦,没杀自己就是好的,自己还敢阻拦,一场野战之后。 葛从周一方被杀得丢盔弃甲,溃不成军,在听说了李存孝和王彦章对战的过程之后,葛从周也是沉默了半上,随即立刻下令,跑。 快跑,立刻跑,连夜就跑。 这什么匹配极致,根本打不了一点,得到葛从周连夜弃城逃跑的消息,李存孝也是没有追赶,就这么又收回了陆周,可以说李克用能度过这次危机,李存孝发挥的作用在八成以上,但李克用对自己的这位义子却起了猜忌之心,怀疑产生罪名成立,一个能打赢别人的天下第一,自己是非常喜欢的。 但一个随便一招,就能秒杀别人的天下第一,就是自己无法制衡的了,三英可以占营吕布,所以吕布这样的天下第一,还有人敢和他合作,例如刘备、袁树等等。 但根据一些文学作品之中描述的来看,就算把第二道第十架起来,也绝对打不过李元罢,这种就是绝对没人敢和他交往的天下第一。 李存孝就是这样的绝世猛将,他自己独一荡的那种猛将,战争之后,李克用任命手下的康军立从李存孝手中接收了陆舟,转而把李存孝掉去了赵成,给在太原和张俊对线的李存信打辅助。 打仗没问题,可自己立下了大功,却任何封赏都没有,哪怕大饼都没有给自己画一个,这不是欺负老师人吗? 生气的李存孝一连几天都是绝世抗议,父子之间就这么出现了隔阂,在赵成,李存孝开始奉命干活,不该自己上的,自己绝对不上,但却遇见了敌人派出三百士兵前来趁夜席营,三百人,还不够李存孝活动活动筋骨的,但李存孝的战役也就此被点燃了,随手解决了席营的他, 下令追击,从赵成一直打到了晋州,晋州首将闭门不出,缩在门里拼命的念叨,看不见我,看不见我。 李存孝无奈,只能转进攻降州,降州刺史更是一条好汉,直接弃城跑路了,在拿下了降州之后,李存孝转进攻晋州,孤立无援的晋州也就被李存孝打了下来。 眼看李存孝立下了这等大功,李克用对李存孝的担忧更大了,于是决定,只要是李存孝打下来的地盘,一定不能让他亲自管理,便封他为行州留后。 大盛二年,公元891年,幽州的李宽威和珍州的王荣一起向定州进攻,定州此时也是李克用的地盘,于是李克用便派十三太保之中的李存信和李存沈带兵和李存孝会师,一起保卫定州,出定的战略为主动出击,为位救赵,也就是由李存孝率先进攻李宽威的临城,逼李宽威回援,等李存信到了和兵一处之后。 在一起进攻李宽威和王荣,但谁知李宽威的速度比李存信要快,没等李存信来到,李宽威就先支援了临城,李存孝见状担心父辈受敌,便没有继续等李存信,而是先退兵了,这个举动也算是临机应变,更何况本来就是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受,但一直嫉妒李存孝的李存信却是抓住了机会,传信给李克用,声称李存孝站前退去,一物战机,与敌私下购合,似乎有投敌叛变的征兆, 李克用见信,也是给李存孝去了一封信,不轻不重的说了他几句,但信任危机的种子,却已经在二人心中生根发芽了,尤其李存孝习武之人,也算是性情中人,见自己立下大功不被奖赏,反而还被猜忌,心中顿时凉了一半,好好好,既然你说我投敌,那我要是不跟敌人发生点什么,你不是白怀疑了吗? 于是气愤的李存孝竟然真的和离自己较劲的王荣书线往来,赌气一般发泄自己的情绪,王荣也是抓住机会大力劝说李存孝,竟然真的把他说动了投靠朝廷的心思,英雄的无力感,年后,李克用亲自出兵,打过了汴州之后,又想去找李存孝看看,结果刚到行州附近,就得知李存孝已经和王荣成了好友, 连年夜发二人都是一起吃的,顿时李克用背弃的火猫三丈,好啊,这都不被人了,愤怒的李克用下令杀死所有的汴州俘虏,发兵攻打李存孝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王荣竟然也趁机和李克用协商,愿一起出兵攻打李存孝,还是那句话,没人想看到一个制衡不了的天下第一出现,核武器如果只有一枚,那就让他赶紧消失吧,李克用这边前来进攻李存孝的人,正是李存信, 虽然战争前期李存信被李存孝打得是了先机,但他很快就想出来办法,那就是在行州城外挖了一道深深的壕沟,又用挖出来的土壘起了一道高墙,想要困死李存孝,李存孝手下的军孝袁凤涛对他一阵溜须拍马,声称李将军天下无敌,区区土墙何惧之有,李存孝也是信了他的鬼话,就这么看着李存信进行土木作业,结果深沟高墙建好后,行州就成了一座孤城,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城内就断粮了,这么成了十几天,人人都饿得红了眼,几乎是见到人都想上去啃一口,前宁元年,公元894年,三月,这个春天对李存孝来说,确实那么寒冷,哪怕他武力直在怎么逆天,他也是要吃饭的啊,饥寒交迫的他站在城头大声向李存信喊话,诉说自己的冤枉,但李存信对此全然不理会,最终行州城破,李存孝被擒,监军向李克用汇报了 李存孝的喊话,李克用也是起了爱才之心,毕竟是核武器啊,说销毁容易,做起来还是有些舍不得,但一来从李存孝住处找到的他和王荣往来的信件,里面全是骂李克用的话,二来李存信带头一群武将,没有一个为李存孝求情,全都是要杀他的,就是要置其于死地,最终李克用还是下令,对李存孝施行车列执行,由李存信奸行, 这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,先是无匹马拉,根本拉不动,便换了五头牛来拉,反而被李存孝一使劲拽了回来,恼羞成怒的李存信下令挑断李存孝的手筋脚筋,再给他套上五头牛,这次这位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将再也没有了力气,在生命的尽头,他似乎看到了那暮色下随风奔跑的夕阳,那是他是去的青春,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,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